二时世尊与重选此意 而说即言 世人鼻清净 于此世界中若香若受物 种种稀闻之 那么寿司法华君的五种法师 他拯救鼻根清净以后 在整个三千大界世界当中 他对于各种香各种臭 都能够分别的闻 而且知 知到他的来处 我们这个地方讲别名的四段 先看第一段的花果香和丑授 比方说人间的须曼达花香 就是善色一花 或者舌提花香金钱花香 多姆罗旁花香就是无垢香 跟丑探香 沉水香贵香 各种的花香 他都能够分别清楚 我们看众生草木香 其诸众生香 男子女人香 说法者远助 为香之所在 大士转为王 小转人及子 全臣诸工人 为香之所在 身所夺珍宝 及地中宝藏 转为王宝女 为香之所在 诸人延伸聚 衣服及英若 中中所涂香 为香之其身 诸天若行作 游戏及神变 此时法法者 为香息能之 诸树花果实 及苏油香气 持经者诸此 既知其所在 诸山深险处 沾台树花枯 众生在终者 为香皆能之 且为山大海 地中诸众生 持经者闻香 惜之其所在 阿修罗男女 及其诸眷术 斗争游戏时 闻香皆能之 旷野显爱处 狮子向虎狼 野牛水牛等 闻香之所在 若有怀任者 未便其男女 无根及非人 闻香惜能之 以闻香利固 知其初怀任 成就不成就 安乐产福祠 以闻香利固 知男女所念 乃欲吃惠心 亦知修善者 地中众福藏 金银诸珍宝 同气之所成 闻香惜能之 种种诸英诺 无能识其架 闻香之贵贱 出处己所在 好 那么这一段是广泛地说明 整个三界六道众生的 一真二宝的香味 其诸众生香 就讲到异界的正报 那么正报有男人女人 那么 虽然说法者 引注闻香之所在 因为男人跟女人 夜报声不懂 所以他四报的香味也不懂 他能够分别地知道 这是男人 这是女人 其他所在的处手 大转如圣王 这是大福报的国王 统领是天下 小转如圣王 就是统领三天下 两天下 一天下的 这种小国王 以及他的秦臣 以及他的王子 种种的工人 那么这个比根经济 都知道 这些大国王 小国王 和他的尽数 他们福德大小 所释放出来的 香味不懂 促所也不懂 身所着珍宝 就是转如圣王身上的 珍宝四望的香味 以及藏在地中的宝藏 以及转如圣王 他的夫人 他的宝女 那么这个法师 文祥之所在 也知道他所在的各种处所 透过香味就知道 他的处所 诸人延伸句 这个转如圣王 跟他的夫人建属 身上带着这种 庄严的织具 比方说衣服 阴落 以及他身上所涂的 种种香 温香之其身 得知道 从香味当中 就知道这个人 他的身体是处在 哪一个方向 哪一个处所 诸天若行坐 那么诸天 他有时候是坐 听法 有时候是各种的行动 或者是游戏 或者是彼此间 做种种的神变 那么诸法华经 在这五种法师 文香西人之 知道这个诸天的 各种行动的变化 或者是人间诸树花 在这个人世间 有各种的树花果实 或者是人世间 在做饮食的时候 有这个乳酪做成的酥油 所释放的香味 这个五种法师 在他的处所 西之时所在 也表示这个香味 是从哪里来的 或者是在深山 人烟稀少的深险处 那么这有 沾潭树花开的时候 以及在深山当中 有少数的人居住 那么 文香西人之 这个五种法师 也能够从香味当中 明确地知道 这些沾潭树花 这些住在深山的众生 他的明确的处所 这个地方就表示 这个鼻根跟异根 是相通的 或者是在三界的 最外的铁围山 的广大的海水当中 有一个小岛 那小岛当中 住了一些少数的众生 那些众生 他的善根啊福德的多少 那么这种五种法师呢 西之喜所在 他的善根福德 以及他所在的住所 阿修罗男女 阿修罗是男丑美女 女美 跟剑鼠 彼此在斗争 或者游戏的时候 他也知道这些 阿修罗是在什么地方 活动 或者在旷野 显爱处 特别凶险的地方 有狮子 大象 老虎狼群 野牛水牛 在这些 他都知道 围乡之所在 知道这些动物 各在其 相应的处所 或者有女众怀孕 女众怀孕 他不知道这个 以后他也是男是女 是无根的 他们有男理根的 或者是非人 他可能怀的是 精灵鬼神 他不是人类 那么这五种法师 到他的前面 闻一闻 就知道 哦 这个未来的胎儿 是什么情况 是男胎 是女胎 是无根的 是你怀的是一个 精灵鬼神 他都能够了解 以闻相立固 那么他也是对于 怀孕的女众 他只要闻一闻 他身上的味道 就是在这个人怀孕 这个胎儿 这个胎儿未来 能不能够成就 他未来能不能够 安乐的产相 福德之子 他在闻他身上的味道 就知道 以闻相立固 他也能够知道 男众女众 他心中的坚固的练想 我们每一个人 打很多妄想 但是有些妄想 是特别坚固的 就是你瘦瘦血型 生生耗耀 就个人的习气 这种习气可能是 贪爱的习气 疑吃的习气 称贵的习气 每一个人烦恼 亲种各自不同 或者有些人 是修了各种善业 是修人天善法的 就空性的 就菩萨功德的 这个五种法师 只要靠近你 无问你的味道 就知道你的烦恼 是什么出众 你的善根的厚薄 你修过什么善业 他全部能够了之 那么地种种福障 有些人 大福报人 把这个珍宝藏在地里面 用哪些宝藏呢 金银珠珍宝 用这个铜器 把它装起来 你埋的大地很深 那么这个五种法师 在禅堂打坐的时候 文习希人知 就知道这个珍宝的贵贱 各种促手都知道 那么种种朱英诺 这种国王 大福报人 身上挂的英诺 没有人知道这个英诺的 真正的价值 那么这五种法师呢 文乡之贵贱 出处即所在 那么这以上 前面就是 广泛的说明 六道终生 由于心态的不同 夜报的不同 它释放出不同的气味 而这个五种法师呢 文乡 希人知 它有这样的判定功能 这讲到六道的众生 这也要讲诸天的下 看经文 天上诸花等 卖陀卖苏沙 玻璃至多数 闻香西能知 天上诸宫殿 上中下差别 重宝瓜庄严 闻香西能知 天园林圣殿 诸怪料法堂 在中而娱乐 闻香西能知 诸天若听法 获授五欲时 来往行坐卧 闻香西能知 天女所夺一 草花香庄严 周全游戏时 闻香西能知 如是辗转上 乃至于范世 入禅出禅者 闻香西能知 光阴遍境天 乃至于游顶 出生极退末 闻香西能知 那么这个地方讲到 异界诸天 比方说异界的套利天 天上诸花等 在套利天 有各种的 曼苏沙花 曼陀龙花 曼陀龙花就是四溢花 曼苏沙花就是柔软花 或者玻璃至多数 就是第四正殿前面的延伸素 释放的香味 这个吴宗法师 闻香西能知 那么天上诸宫殿 这个宫殿随着它福德的大小 有上中下下 三品 这个质量 重宝花庄园都不一样 那么这个吴宗法师也是一样 对各种宫殿的各种的材质 它的质量的好坏 也是闻香西能知 知道它的贵贱好坏的差别 天让园宁 这个透历天 很多的花园 当然最殊胜是它的圣殿 华丽殊胜的地势 跟诸天人天女游戏的地方 珠关庙法堂 这个庙法堂因为它特别的高大 它能够眼望眼观 所以这个庙法堂叫做珠关 就启动它高大 那么第四是在庙法堂说十善业 所以在圣殿的娱乐 在庙法堂的说法 那么也是闻香西能知 知道它的差别的情况 那么诸天在听十善业的时候 或者是享受武艺的时候 他的各种的行驻 做过的行动 也是一样 无种法师 闻香西能知 知道它差别情况 那么六亿天的宫女 所穿的衣服 随其福德 它有各种的差别的庄严 乃至于彼此游戏的时候 所释放的香味 也是微香西能知 如是辗转上 从玉界诸天 到了社界的出禅 那么社界天人 它虽然有爆通 这个果报的禅定 但是它有时候入禅 有时候出禅 那么这个吴宗法师 也知道这个禅定的事 是出禅了 是入禅了 它能够知道这个禅定的浅身 跟它的出入的情况 二禅的光阴天 跟三禅的骗金天 乃至于社界的四禅的游顶天 那么它是刚刚出生 或者即将退幕 这五种法师呢 都知道这个人的 我问问它的味道 就是它的天福的厚薄 但是刚来的 福报还很多 可是这个人的福报 快要响尽了 福报响尽 即将退幕 他都能够知道 因为它释放的味道 是不一样的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